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通过财务报表读懂家庭 我们这里说的读懂家庭是指读懂家庭的财务状况 家庭的财务状况分为财务危机、财务安全、财务自由三个层次 每个家庭必然属于其中的一种 为了让同学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 冯老师设计了一套家庭专用的财务自由版财务报表 这套财务报表从财务自由的角度以净现金流的正负为标准 而不是以流动性为标准 把资产划分为生前资产、耗前资产、其他资产三类 这是因为净现金流才是决定资产价值的核心因素 流动性和资产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 同样以净现金流的正负为标准 结合负债的去向 冯老师把负债划分为生前资产形成的负债 耗前资产形成的负债 其他资产形成的负债 日常生活形成的负债四类 冯老师相信这套家庭财务报表 会对同学们实现财务自由起到重要的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这套财务报表 家庭财务报表包括家庭资产负债表和家庭现金流量表两张表 我们先来看家庭资产负债表 先看一下表头 日期写填表时的日期 姓名写填表人的姓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资产项 资产分为三类 生前资产 耗前资产 其他资产 净现金流大于零的资产为生前资产 这类资产有助于家庭实现财务自由 净现金流小于零的资产为耗前资产 这类资产是家庭实现财务自由的阻碍 净现金流等于零的资产为其他资产 这类资产同样不利于家庭实现财务自由 资产的分类与投资工具本身没有关系 而是与投资工具产生的净现金流有关系 比如房子可能是生前资产 可能是耗前资产 也可能是其他资产 我们要根据这个房子产生的净现金流的情况 把这个房子放进对应的资产科目 资产的名称里列出了常用的投资工具名称 如果家庭有相应的投资工具 在投资工具科目后面写出来 如果有常用投资工具之外的其他投资工具 就在其他投资工具科目里写出来 年限金流净额 这类反映家庭持有的投资工具的年限金流净额 就是投资工具在一年内产生的收入 减去所有支出剩余后的金额 生前资产里的投资工具 年限金流净额一定是大于零的 耗前资产里的投资工具 年限金流净额一定是小于零的 其他资产里的投资工具 年限金流净额是等于零的 或是约等于零的 比如活期存款 严格来说应该也是生前资产 但是由于活期利率低低 活期存款带来的利息收入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把活期存款放在其他资产里 而不把活期存款放在生前资产里 首付有房贷的房地产需要填 其他的投资工具不用填 原值投资工具购买时的市场价值 市值会波动的投资工具需要填写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不用填写 限值投资工具填表时的市场价值 每类资产后面都有一个该类资产总计 用来反映该类资产的总金额 该类资产总计除以总资产 就可以知道该类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家庭资产结构对于实现财务自由非常重要 好的家庭资产结构应该是生前资产 与总资产的比率大于80%